到台湾来看到很多人出团旅游的时候都会选择搭游览车 不过呢日前有网友就看到了一辆黑色的独角兽行驶在道路上面 没想到这两天营业的旅游一个人就要进8万元台币的旅费 让人觉得说实在是太贵了吧 一个人都可以去日本往两趟回来了 但其实他来头不小 这个号称移动的总统套房是要营造头等舱的感觉 而且还配有专人服务 霸气全黑的游览车前服务人员一字排开热烈欢迎 甚至浩大就有网友在脸书社团po出照片 搜上这台在台湾晚两天最高就得喷八味让他惊呆 这价位都可以去日本两趟以上了 可能不会考虑因为我觉得太贵了一点 可能吃得好啊吃牛排啊吃猪排啊 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啊 可以做就做啊 有钱就可以做啦 但也有消费者冲着高党奢华的享受 愿意滑下去 看观望以中部行程来说 搭乘八人座游览车 到雾峰公保地园区深度导览 还有山林溪瀑布入住顶级Villa 享用四处六里 两天行程要价新台币七万一千五百八十八元 再看看另一家旅行社 同样类似的中部生态之旅 搭上巴士到福寿县 五里农场再住进宾馆 两天私人成行不到七千元 恰恰近十倍其他旅行社业者观察 专攻的就是金字塔族群 顶端的客人的话 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无上限 选择的饭店等级 就都已经坐这样的游轮车了 不可能去住一般饭店的标准房 点击按钮以备向后躺好躺满 包办按摩体验 整台车只供八人座 营造头等舱杆外 再配占人服务 向下服务员帮忙照相跟导览人员 宜兰两天一夜 含住宿三餐无彩蛋料理 价格落在六万到八万元 无论施住主打顶级规格 在两天一夜的话 差不多如果一个经济 一较经济的一个走法的话 大概两天在五千块左右 就已经可以玩得很开心了 相当旅程 每个人各有不同预算 直着回国内玩 直接逼近八万 也引起不少话题 记住游家庆台北上不懂